现在这个男朋友是在台湾认识的吗 嗯 怎么认识的 是怎么认识的 这个在坊刚上哦 我知道我知道 他刚刚讲不见 你知道 this was coming 我们停止 问任何直接走的问题哦 叫交友软体 哦正真哦 交友软体是真的有用的 看你是 因为我一开始只是要玩而已啊 我没有要认真 你说的有用是说 真的可以找到 一个稳定的对象 这个我不能 promise anything 因为 我一开始就不是要找 要正常交往的人 我刚刚你有听到关键字对不对 什么 我一开始只是想要玩而已 哦对啊 这超屌的 like how does it work 就是 男生很简单 我不知道女生 like how does it work 讲得好像你没有玩过 对啊 因为男生 男生都会觉得说 yeah for us we have to work really hard 可能要 滑一万格 然后才会可能留几格 可是我不知道女生的话 要滑到帅的也没有那么简单啦 就是你要真的也 我也不是说随便都要 你这样讲就是 你到底约出来 玩几次到几个 你才找到一个 你现在的男朋友 你这个又还恐怖 你这个好恐怖 因为你找到男朋友 就觉得好像适合 settle down嘛 对不对 没有 其实我一开始都不要 然后是他 比较想要settle down 我就说我一开始 就一定讲清楚 我只是要玩 可是这个就是 因为我一开始玩啊 我都 你很凶欸 我觉得 看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是好朋友了嘛 就说你要玩 就要按照我游戏规则 我一开始就讲清楚啦 对啊 你为什么要现在要一直 你为什么要 fought for me it's not my problem that you fought for me right 对 exactly seriously 大魔王 没有没有 可是男生 很多男生会有遇到的问题 就是他们在上面 其实你可以选啊 I'm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not sure yet or just something casual 我不想要选 something casual 是因为很多就是 就会 所以很多奇怪的人 对 然后所以我就 我就选not sure yet 可是很多男生的问题是 他们都选 I'm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那你就会找到很多 他是很认真 想要待下来的女生 可是你一开始 就把他用的 就是让 对方觉得 你没有要稳定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找到 也没有要稳定的人 对 可是 你现在的男朋友 是想稳定吗 那时候 他也是选not sure yet 其实他就是 骗人的那一个 他就选那个 relationship 对好 那如果你要问我说 为什么那时候 那时候我还选他 是因为疫情嘛 因为来的人已经很少了 所以我才 不是 喔 来的 喔 哇 所以你有在挑 所以你就只挑外国人 喔 没有没有没有 我 呃 好 因为你刚刚刚讲 好 这是有一个原因的 就是 因为你要玩嘛 那你又 我觉得台湾 还是有 比较保守的 想法 然后加上 台湾又很小 等一下你玩多大 I don't get it 对啊 你要把他放下来打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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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只是很容易 你不会很常遇到这个人 也是他的朋友 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你是玩多大 等一下 台中发生什么事 不是台中啦 我都在台北 我都在台北 但是我只是不想要遇到 大家都是比较姐妹兄弟的感觉 所以最容易的方法就是 你就找来business trip的 他就会来一下就走了 就好吃不黏牙嘛 就是就走了 可是business trip是一种 可是你 你 可是也很难找到business trip 很多就是可能来台湾 每一笔工作或者是 或是street people 对 对 所以我们来分一下 那你怎么样分辨他那个人 到底是 你刚刚说的 小炫富 然后你怎么发现的 还有说他到底 是怎么样的 quee 让你觉得说 嗯 他应该是正常人 不是street people 如果只是要 玩的话 好像就比较不会在意这个 他是不是street people 对啊 你讲到 讲的 你有没有玩到过street people 嗯 比如玩完以后说 他这个 quee不对 这 怎么行李用塑胶袋装的 我觉得 哈哈哈哈 你说 你说戴一个蓝白塑胶袋 哈哈哈哈 可是我觉得 我是没有遇到过这样 可是我觉得small dick energy 是 这句话是有他的意 意义的 就是 好 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 small dick sde 因为我知道有bde 我第一次听到sde 你是第一次听到 small dick energy 我是想要听你解释啊 啊 ok 好 就是呃 啊这个我的线上课程里面也会有 然后 超棒的 好 ok 好 就是 他讲的不是说 这个人姬姬真的小 就是一些 很多男生会 就可能你 第一次跟他见面 他的可能 他的 呃什么 车钥匙就会放在桌上 或者是他的什么皮夹 就会放在桌上 或者是像那个 那是Android Tate吗 嗯 叫什么 就是那种很 整个人很自以为是 然后很cocky的那种态度 就会出来 我觉得这真的都是有原因的 就是 他一定在隐藏他某一部分很自卑 很小或是印不起来的某一个 因为你有遇到说 干 Diago到处印不起来 或者就是有 small dick 这样子 因为我没有遇过 都business trip 他还有车哦 呃不是不是 那个 那个是后来疫情了 已经没有人来business trip 就没有办法 可是就是 就发现台湾人这样子 呃那个是意大利人 嗯 对 然后像有一些 我觉得有些女生会觉得 怎么可能他好像感觉 我觉得我们两个很来电啊 然后可是就是为什么就是 倒不了手 觉得是那个男生有问题 哦 真的 我已经遇到过不止一个 我心里会觉得 到底是哪一个部分 因为我没有遇到过 我要没有的 没有你就是正妹energy 就觉得怎么可能有我把不到的人 所以我想吃怎么会吃不到 是不是 对 还是说我想要吃它 可是它印不起来 是我刚刚其实有点confused 你是要讲的是哪一个 就both 嗯 就是我会觉得 或者是两个人可能很来电啊 一直传讯息 然后一直都是 你知道你会觉得 有那个chemistry在那边 可是为什么就是 他好像都没有要再进一步的 比如说 就直接约到 约去哪里或者什么 或者是 他也不会亲我 也不会什么欸 然后可是后来就真的有发现 是他们就是 有一些他可能就对女生就很 很害羞 嗯 然后有一些可能就真的是有问题 yeah 但就也不能怪他们 不然怎么办 对对对对 对 对他们说你是autoday league 所以他们很紧张 这种也有吧 我没有 我没有想到这个部分去 但是我会 我那时候会觉得 哦 因为有些女生 诶 好吧 可能你会觉得 其实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自己 呃 可能是我的弱点 就是我会觉得 怎么可能没有 那其实本来如果是 有 我不一定就会 有那个兴趣 可是就是这个 跟平常不一样 会勾起我那个觉得 我会 其实是男生更不想回你 或者爱回不回 就收到 然后偶尔才回 你才会觉得 诶 这个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也是 我很犯贱的地方 其实这就是这样子啊 人不就是犯贱吗 对啊 真的会觉得说 如果那种自己一直传 哦 morning 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 哦我现在在干嘛 我就搞屁事哦 你就去忙自己 这种对你来说 就有small dick energy 不是 small dick energy 是那种很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 然后很 就是会有一种很 eric 那这种跟big dick energy 差在哪里 你遇过的big dick energy 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他的自信比较不会外显 他好像不需要 他怎么样不用外显 是走路就一大包的下面 哈哈哈哈 因为他就不用外显 可是 我好奇 我好奇嘛 有分两种 一种是他要真的有反应 才会看得到那个 哈哈哈哈 你还好直接哦 我在问energy 我在问那个气场 你直接问他会不会 因为你问我一大包啊 因为你问我一大包 有些是 有些是 是一开始你看不出来 嗯 然后 有些是一开始 你就看得出来 嗯 然后 我觉得 big dick energy哦 嗯 你怎么 你自己感觉 比较正常啦 他的自信 可是不会很 就是要 就不会自大啊 就自信 但不用自大 很自信 可是 而且他对人是很有礼貌的 不会有那种 好像想要贬低人 或者是有一些人 会用言语 好像想要 想要先 belittle你 这样你觉得 嗯 那种人 那你自己有交过台湾 有啊有啊 在地的男朋友 有有有有 那你觉得有什么差别 你觉得哪边比较容易遇到 small dick energy 我觉得到处都会有 其实不管人种对不对 对对 只要是男人都会有 small dick energy 或big dick energy 因为就是男人他们 他们其实真的从来不知道 自己的dick到底有多大 嗯 就是他们没有 没有办法定位自己 比如说 像我之前就很常讲 就是女生我们对照 我是小兄 中兄 大兄 我算正妹 我算一般妹 这样 可是男生不知道 他们也不会掏出来比 嗯 所以他们就是一直 男生掏出来比很gay啊 对 就会变成大部分的男生 其实都不知道自己的老二 算大还算小 嗯 所以他们会很没有安全感 那我觉得特别有small dick energy的 就一定知道 才会更有那种很自以为是的 那个态度出来 没有他们就是每一次都要测试 哈哈哈哈 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 我其实我觉得蛮可怜的耶 嗯 对就是没有人可以好好地告诉大家 诶平均是怎么样 你这样比较小 你有什么关系 就是没有人告诉他们 我现在我长大 我现在比较母爱 你以前是怎么样 你以前遇到small dick的人 你会怎么做 就是 把他踢开吗 不会啦 其实不会 其实不会比较不舒服 对啊 说真的 而且我还跟很多女人交往过 其实对我来说 跟dick大小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 就爱弥补一切对不对 一方面这样 然后再就是技巧啊 真的 我觉得大家太在意那个 真的真的 抽插跟大小 真的是让人很 这也是一种small dick energy嘛 对不对 就他们就觉得 我一定要很大 然后在那边狂抽插 我才很猛这样 所以但我觉得女生 其实没有很care 而且我觉得其实女生 真的不会去 去评论你的身体 是你的那个energy 让人家想要去 戳戳你的锐气 是她的那一副 很自以为是会觉得 你才会激发你想 羞辱她的那个欲望 羞辱她 不过我要 我必须说 女生哪有不会评论 女生私底下 有个击掰的好不好 我所谓的评论 不是说 你看这个很小 是说 你们不会吗 是年代是年代差异吧 是年代差异吗 应该就是 可能阿姨们就 阿姨们很爱讨论 我朋友会分享好的 她不会分享不好的 OK 而且 而且就像我们讲的 其实不会不舒服啊 所以 其实不会因为这样子去 去评断这个人 会觉得不喜欢他 那你有没有自己的心中的尺寸表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尺寸表哦 你是说怎么样算大 怎么样算小吗 对你自己 依旧你自己的经验 你遇过超级大 是多大 跟超级小 是多小 为什么我们问这个问题 跟小泽玛丽亚一模一样 哈哈哈哈 就就你自己的经验 好 我觉得大家最想知道 就是 呃 台湾人平均 会不会有真的 比外国人小一点 不会 意大利跟西班牙人都很想 大家都这样讲诶 凯琳特别也知道 凯琳特别也不知道 大家都这样讲诶 大家都这样讲诶 大家都这样讲 大家从哪里来呢 我知道的 因为 可是我后来 我朋友也有跟我讲 种族不准 因为他们也有遇过 就是是意大利跟西班牙的 他们觉得 不错的 可是就 我看到的 其实就真的没有差 嗯 我觉得 跟种族 跟身高还没有关系 那跟什么有关系 我觉得 看 鼻子 真的哦 很多人说手指 可是我觉得手指不纯 看鼻子 嗯 你刚才 你有发现他刚才都看着笑我鼻子 我整个说 哦 我整个被羞辱诶 你整个越来越往后 我整个被羞辱 我整个超 我现在超害怕 我想说 哇靠这两个 那玩超大的女生在那边讲 整个这样 我要解释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我 前几天不小心讲出这个理论 然后 我男朋友就说 可是我的 我的鼻子是怎么样 所以我不想要冒犯到人 所以我刚才想要讲吗 这样子 嗯 我觉得这没什么科学根据啦 对啦 没有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那就是少数的sample size嘛 就跟人种一样啊 也不会真的所有这个人种都 都小或多大 我很好奇 可是我想听你的鼻子理论 就是冒犯到我我也OK 因为像我之前有认识的人 他就弄很尖 很细 很长 这样听起来就是白人啊 高加索人就比较容易这样 嗯 然后呢 就会 老二就会 比较大 嗯 所以像成龙那种呢 他没有很尖 可是他整个鼻子很大 然后大家都说成龙有big dick 哈哈哈哈 根据你的经验 你自己看 你觉得房主名的老二大不大 哈哈 我帮你google一下他照片 如果你忘记了 这可以逼吗 还是不行 为什么你认识房主名哦 你认识房主名啊 对啊 所以直接讲 又没关系 你怕惹到房主 可能 可能 强度我不确定 可是可能粗吧 就是如果是鼻子这样子 很 哦 所以说 你说鼻翼很宽的话 可能就是很粗 可是这样也不太准 因为我 那蹦恰恰超粗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爆掉了 好吧 那我们现在推翻我的理论 这样不整 因为不知道 不科学 可是也不知道 因为你也没看过 蹦恰恰的啊 对啦 就搞不好他真的很粗 你也不知道啊 right 我不想知道 大家不想知道 我现在讲到这边 大家早就 早就turn this off 我不想知道 好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